简单的美财创作出惊奇的作品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所主办的 漂浮彩绘动画工作坊 七号的上午是在花莲文创园区举办 邀请了驻慈恩国际艺术村 来自英国的艺术创作者 教导民众如何用简单的彩末、水和纸张 制作出美丽的定格动画短片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 漂浮彩绘动画工作坊 七日上午在花莲文创园区举行 以彩绘、水和纸张应用到动画制程 再透过定格动画 制作一部具有抽象和实验艺术的动画短片 没有高难度的艺术技巧 用画笔等任何形式勾勒 就能看到墨水的晕开所呈现的各种样貌 我真的很喜欢在台湾教授 这就是一种原因为何我希望在这种程度 是在一种不同的观点的观点 是在一种不同的观点的观点 我认为它可以很控制,或者它不允许任何意识别人 所以我真的想让孩子们一起努力, 让他们能够建计 original ideas, 让他们自己相信, 没有太多思考, 所以我认为它很棒在台湾, 比较英国, 英国的孩子们能够有更創立自由, 所以我真的想起来, 做到一个大点点。 我认为这种动作, 我认为这种非常有趣, 因为孩子们能够看到, 如何能够在现实生活的照片上, 首先,他们在手上工作, 然后,他们可以看。 当然,艺术跟动画结合在一起, 其实对小孩子也有很大的启发, 就是你可以先用你的手去创作, 然后再用你自己创作的手, 然后去做成一部动画, 那是其实对小孩来讲, 我觉得是很有启发跟鼓励的, 是正向,很正向的。 。 它也有关于适合的想法, 你并不是看着一个人, 或者你并不是看着一个建筑, 或者一个人, 就是你来决定, 哦,那是什么? 哦,我喜欢它吗? 它有什么意思吗? 所以,它挺有趣, 因为它并不是有什么意思, 或者一个故事, 但是你从它所創造, 它是比较感觉, 或者感觉, 我喜欢想起来。 2015年来到台湾台南的Holly, 进行国际交流计划半年, 毕业后再回到台湾, 继续将英语和艺术结合做教学。 在旅行的过程中, 从有人介绍, 去年开始以技能在慈恩国际艺术春换素。 Holly表示, 在英国, 小朋友从小有较自由发挥的空间, 也希望藉由活动能引导台湾小朋友, 透过双手和影像的录制, 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 由自己去创作更多无限的想像。 接着讲帮彦华临时报导。